自本月5日国政监察开始后 8日知事经济部的首个日程也正式启动 在国政监察中 硅伪氢肤酸泄露事件成为了焦点话题 那么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年的国政监察在人们对硅伪氢肤酸事件应对的批评声中开始了 由于事故发生之后 政府在输算居民的过程中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并在未确定是否安全的情况下 重新启动工厂受到了人们的秩序 但也有人认为此次事故的责任并不在于知事经济部 指出知事经济部能够发挥的作用有些 还有人认为韩国电力交易所 没有正常启动电力系统运营的核心软件EMS 造成了去年的大规模停电事件 由此未能掌握好备用电力和输电线路安全等状态 对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同步发展也提出了担忧 此外大企业完全没有遵守不在经营面包店的承诺 这些问题也遭到质责 知事经济部对此表示遗憾 并称将制定社区面包店竞争力获取方案 此外还对研发管理、住宅电费和海外资源开发等进行了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of North Korea的 них